今天來看中國也陷入氣候異常 南方的溫度是出現61年來的高溫 創紀錄 來看看氣溫排行榜非常恐怖 北貝重慶這邊最高溫來到44.6度 這是現場的畫面 重慶雲陽江灘裸露 本來這邊應該是水區 現在整個灘都已經裸露了 在路面上的高溫更來到72度 汽車整個熱道爆炸起火 爆胎起火 郎東哥我們一起來看 中國為什麼現在突然氣候異常的情況 會變得這麼的明顯 這會帶來多大的危機 對 中國目前遇到的極端氣候 它產生的一個狀況是什麼呢 首先第一個就是洪水的問題 大家覺得奇怪 氣候不是很熱嗎 為什麼會洪水 塔里木江這個地方的話 他們有天山山脈 山上的雪融下來了 所以就會造成洪水 大家可以看到是說 這個是它目前的一個狀況 整個都被淹過去 那你覺得說河流有水很正常啊 但是你要對照一下喔 在8月13號 他們的文化旅行局呢 還放了一些美麗的照片去掩飾 但是本來是會看得到很多殺死在這邊 旁邊有樹的 現在全部被淹掉 而且非常多的這些網友 在最近的這個時候 這些小粉紅還繼續的去放上 塔里木江的美麗的畫面 但很可惜喔 這個都是過去了 現在真正的狀況就是汪洋一片 然後現在塔里木耳幹流跟它的一些滋流等等的話 是超過保證水量 而且在超警戒到四級的一個嚴重程度 塔卡拉馬桿沙漠的話 有3000多百平方公里的話 都在泡水的一個狀況 這個就是洪水的狀況 那在廣下來看的是呢 另外一個事情呢 就是在重慶的嘉陵江 那嘉陵江遇到什麼狀況呢 大家都發現說 欸這重慶在這邊很多高樓大廈 看得到這個河床喔 上面的沙石清晰可見 那大家就懷疑說 它是本來就這樣嗎 不是的 我找到2018年的這個照片 哇 差好多喔 非常這麼美麗啊 上面這個水啊 拍得非常美 感覺像是一個旅遊照片一樣 是整個都哭掉了 對 那但是所以說很多網友 都只能自嘲 他們一邊呢 在高樓大廈看著這個景觀 說我乾了 你隨意 我曬乾了沉默 是周杰倫的歌 我們這樣應該要掉個10萬啦 對啦 那另外一個在那個 微博上面最紅的時候 說這個佳麟江大家好 我現在這個重新證實一下 我叫佳麟宮 為什麼要宮 因為江少了三年水就變宮了 這關是這個中古網友的一個創意 江不見現在宮 對啊 是下一屆 所以大家叫佳麟宮 那它現在7月以來喔 那個水量比往年少了4成 剛剛講到說已經是61年來的 一個最高溫嘛 對 然後所以說它跟去年一個相比的話 這個水量所少4成之外 中下游部分地區有25天的這個高溫 造成非常嚴重的一個影響 那除了重新這邊之外 還有所謂的鄱陽湖喔 那鄱陽湖的話呢 現在他們最大的說法是說 鄱陽湖變什麼 變鄱陽平原 大家可以看到說這個畫面是這樣喔 這個是他們在網路上面 這個抖音上面的一個畫面 鄱陽湖現在看得出來 已經燙不到這個水了 被曬成一個大草原 中138萬人都受難 那這個乾旱呢 提早100天就進入了這個枯水期 目前來說啦 他們需要救助的人數 在官方統計上面的話呢 是需要2萬人需要生活的救助 大概有10億元的這個人民幣的一個損失 那所以我們來這個做簡單的一個小結的是 說剛剛講到塔林木在這邊嘛 那這個比較深一點的紅色 就是剛剛說的 最深紅的地方是大於40度 所以在重慶所在的嘉陵江呢 就在這個位置 這邊就出現了它枯竭的一個狀況 那鄱陽湖呢 在三峽大壩下游的這裡的話呢 也發生變成大草原 所以現在很多人在罵三峽大壩 對 三峽大壩 它現在還沒有放水 那所以這就是大家討論說 奇怪下面乾旱你不放水你要幹嘛 那有小粉紅說 那你下面這個水患的時候 你在洩洪 沒錯 所以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這邊就是中國有一些小粉紅 他就說下游乾旱的時候 他去嘴就現在啦 現在乾旱了 哦 那下游這個水患的時候 他泄洪就是指在2020年這個時候 有一度就是曾經在淹水嘛 然後結果他就無預警的 這個泄洪的一個事件 那這起到這個事件 大家複習一下說 這三峽大壩過去出了包嘛 就在2020年呢 6月24號的時候 在衛星雲圖上 這個是印度一個退休空軍商家 他盯著衛星圖看 然後在他推特上面 把這個衛星圖呢 給放了上去之後 發現在6月24號之後 欸 三峽大壩在這裡嘛 這邊怎麼開始有水在往下跑了 因為水在放 重點是那時候下游的一些居民 都不知道啊 下游的居民是等到的 就睡醒就放在家裡 都被淹了 所以這樣幾十萬人 放水也沒有預警一下 對 四千萬人 二十幾個省份 就世界上水就被水淹掉 那時候造成很多嚴重的狀況 很多人是被電死的 或者是他的汽車直接就被淹在 這裡面非常嚴重的狀況 但是 即使是如此啦 中國他的這個大內宣 宣傳真的很厲害 因為受影響最大是哪裡 其實是在山區的農民 那山區的農民 它是首當其衷 而且完全沒有備用水可以用 但是在河北共青團 他就講到在重慶市的東南方的貴州 貴州是一個比較窮的地上 于慶縣這邊 就拍了一個非常溫馨跟勵志的一個影片 說辛苦的農民 他們的辛苦種了一些果實 晒乾了 賣不出去了 露出非常痛苦的這個表情 持續高溫之下 果農一道汗災 結果像是有英雄般的一台 紅色的車子消防車載著水 吩附在山間 哇 這個畫面非常狀態 用空拍去拍了 結果下面來之後 說天啊 沒有水啊 就這個小小的消防車 開始在灑水 灑到一個這麼大的農民 這有誇張到啦 對啊 然後就為果農 做去救命 可是就嘗試去思考 一台小消防車 其實根本就是飛水車心 根本對農民沒有幫助 但是農民就是非常感動 實際的一個狀況是說 非常山區的這些中國的農民 民眾 目前就知道沒有水的狀況 農作戶 也都已經哭死了 只有他一個人敢動啦 對啊 大家就懷疑說 那你過去 大家不是說電費很便宜嗎 不是說什麼 八分錢一度電嗎 怎麼現在實際的成本呢 是五毛多 那到底是因為為什麼 結果呢 還有一說 他們在網站上面 還有認真去幫政府背書跟思考 說他是2003年的時候去做的 所以所謂的八分錢 就0.08塊一度電 甚至是一個裸成本 最低的成本價 大家會解釋一堆之後說 哇 其實從2003到現在 因為物價通膨上漲的關係 翻了好幾倍啦 甚至就超過了10倍以上 所以說電費在這個程度上 甚至重了不升反降 那我還認真了 這件事情認真 所以去查一下 2003年到現在為止 中國的消費者的物價成長率 大概就是4倍左右 因為每年7%的通膨率嘛 那所以他說是漲這10倍 這個也就是 完全是胡扯的啦 照如果他當初開下的一個願景來說的話 這個電費的話 頂多就是大概在2毛到3毛之間 但是他現在做到是0.56 就是比他預期的 不然沒有八分錢 也不符合這實際成本 但是好是說 三強大壩已經回本了 他的建設成本已經拿回來 就從民眾身上給拿回來了 然後最後要提到的是說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他當然造成一些糧食危機 以及中國一些原本高度發展的項目 像太陽能就撤銷 為什麼這是中國最大的太陽能 在天岡湖 江蘇這個地方 天岡湖他就百分之 這個70的湖泊面 江蘇省在5月的時候很奇怪 這麼大的一個項目 他們原本就覺得 中國要發展綠人了嘛 要去做很多補助 上面是太陽能板 下面可以去養魚 結果在5月的時候 突然一個命令下去 全部都拆掉 為什麼呢 影響洩洪 剛剛提到極端氣候 剛剛是乾旱 可是2020年 這樣的一個洪水 會不會再度上演 難說 當洪水一下去之後 三峽大壩就無預警的又洩洪 這些天岡湖上面的這些太陽能板 就游游游游游 全部跑到上海去 就看那種大型的太陽能板 跑到大城市裡面 對 中國就會顏面無光 所以他現在就自己先把 這些非常壯觀的太陽能板 一個一個都拆掉了 OK 好 就是現在這個亂象 謝謝朗東哥 中國乾旱好多地方 也發布了紅色高溫預警 四川甚至放了高溫價 我要來看一下吳老師 現在四川好像有一個德政 就下定企業 請供讓電漁民 讓民間優先發電 你覺得呢 是 讓電漁民聽起來 好像是國家給人民的一個恩賜 但是其實我們都知道 這只是帝王術的其中一種 什麼叫帝王術呢 要施恩 還要立威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了 中共在進行施恩的這個部分 但是真的是施恩嗎 其實不是的 我們知道習近平上台之後 風不調 雨不順 到處有這樣的一個亂象 但是最重要的是 中共是一個計劃型的國家 所以他發的電一定是由國家來統一管控 那我們剛剛看到了 四川省這樣的一個能源大省居然缺電 而且缺電缺到要放高溫價 這其實讓人家覺得很荒謬 放高溫價也就算了 中共還要往自己臉上來貼金 貼什麼金呢 剛剛朗東有提到 中國有乾旱 中國有大水 那為什麼既然有乾旱有大水 乾旱之後造成了缺電 還是缺水之後造成缺電 其實我們都知道 能源大省裡面的四川 它是靠水電來發電 所以沒有水就沒有電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次四川特別發布 要讓電漁民的實施範圍的警告 我們都知道有錢賺為什麼不賺 還要把這樣的企業給停下來 第一個部分我們會看到 中共除了把剛剛前面的氣候因素之外 老百姓也會問為什麼會缺電 能源大省怎麼會缺電 他說因為現在生產復工之後 生產旺盛 需求很大 所以才會造成缺電 所以他還自己往臉上貼金 可是我們都知道現在中國經濟下滑 其實沒有這種事 西電東送 西電東送是中國的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剛剛朗東有特別提到 那些太陽能板為什麼會漂流到長江的下游 為什麼 因為中國要保糧食 保糧食要退更還領的時候 為什麼這些太陽能板 蓋在不該蓋的地方 因為中國要進行所謂的減碳 中國經濟下滑的同時 他也必須要面對極端氣候 氣候變遷的這個問題 尤其是中國在過去裡面破壞環境 還有這個爛砍這種森林的情況 如何能夠做一些補償 這是全世界都在等的 所以這樣的一個極端氣候 不是只有中國的問題而已 它會影響到國際的經濟的這一些發展 謝謝吳老師 另外來看我們剛剛講的四川這邊是全面停工六天 剛剛說江蘇也是在線電 有跳電 富士康也說讓電漁民 我要問一下有名跟我們怎麼樣來看 因為這一次從中國的疫情 庫存這些等等問題 台商已經是跳腳了 好不容易我們現在電子股大反攻 會不會又衝擊到我們的投資面 當然我想多少還會 但是它可能是局限在某一些 比較特定的一個產業 這一次我覺得它有嚴重 但是它還沒有到2021年 當時9月到10月的能耗雙控 沒有到那麼嚴重 所以因為畢竟還是二十大在後面 但這一次是確實 四川第一個它當然是衝擊到 我們的Notebook產業 大家都知道四川其實是一個 筆電很大的一個重症 這裡面影響的一個廠商 像廣達的話有80%的產能 是在四川 重慶 人保的部分50% 音業達90% 這裡面還有一些零組件的廠商 比如說做散熱的酸紅 或做鍵盤的晶圓 哼哼哼哼的大部分 其實都是在四川這個區塊 現在你去問說 這一些廠商他們怎麼辦 如果說三折功成良一 這次如果是第一次 2021年沒有發生那些事情的話 老實講雙手一攤 沒折 但是現在的話 自從2021年開始之後 大家其實都已經 皮繃得很緊 所以從那一年開始的話 其實慢慢的很多產能 不是移回來台灣 就是跑去越南 那我們現在來看 就是這一次的一個事件 第一個當然對Notebook來講 其實算是有點加分 因為從去年到今年 累積了一堆的一個庫層 你又不能夠把工停了 但是現在利用這種 自然性的一個停工 它正好就把庫層區化掉 而且讓本來原先下跌的價錢 可以撐住 所以對一般機種來講的話 影響不大 因為六天 還有庫層可以因應 但是對蘋果的Matebook來講的話 也沒影響 因為它的生產機率在上海 但是對iPad就有影響 因為iPad面板的生產廠商 是京東方 主要就是在四川 所以現在這一塊的話 其實是比較不容易補得到 而且還有一個很大的狀況 iPad現在是五年來的 第一次大改款 所以這個大改款的話 可能會影響到 某些生產iPad裡面 很重要 要這一次本來要靠iPad來吃 吃老本的這些 可能就會受到一些影響 接下來就是說 因為最新的一個消息 在昨天發佈 就是說整個重慶 寄了整個四川之後 又多了11天 又多了這一次的限電 這裡面其實 如果以它限電的區塊來講的話 台商影響的真的很少 大部分的話其實是 中國內部的半導體廠商 這裡面 比如說我們想先講國際的 國際的海力士 海力士大家都知道做記憶體的 再來的話恩之補 恩之補是國際性的 IC設計的一些公司 然後其他的話 在中國內部的廠的話 大概是紫光集團 紫光集團裡面的話 比較分也是記憶體 No Flash DRAM 然後甚至是一些IC設計 所以如果你嚴格的來講的話 就是說這一次因為這樣的事情 對台灣有沒有受惠 加加減減還有 但是不會是IC設計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IC設計 其實是跟國際在競爭 中國大陸的那一些 跟台灣的這一些 影響的都是小廠商 不是我們什麼聯發科 瑞裕的那一級的 所以原則上的話 這一次的一個事件 我認為真正的 我左右手這樣掐指一算 我大概也只能想到面板 因為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整個的話 國際性的大面板廠商 其實是在所謂的 四川跟重慶 像京東的話 京東方的TFT RCD 它有一個4.5代廠 8.5代廠 8.6代廠三座 那你現在成都就停了 然後OLE的6代廠的話 這個地方有三個地方 也停了 然後再來的話惠科 惠科的話 有景洋 重慶各一座 8.6代廠 所以為什麼這個消息 一出來之後各位可以去看 這幾天友達的一個股價 就開始上升 不是跟各位講說 友達就會從子之後 飛上枝頭 不會 因為友達畢竟來講 他還是要面對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庫城壓力 所以這可以做短線嗎 對 就是說整個PBR 我們在抓股價有的時候 都是用肉眼去看技術分析 但是比較會建議大家 就是抓股價禁止比 大概0.75倍 我算了一下0.75倍 大概就是在年限 17.6的一個地方 所以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另外來看中國的國企 現在紛紛從美國退市 說不跟你玩了 美中資金的脫鉤怎麼看 對 這個問題我想 從去年就開始慢慢發生 而且還是會繼續持續 就是說主要的一個原油的話 是因為美國施壓中概股 三年的窗口期還在 所以美方看起來也沒有打算 在這個審計制度上面鬆手 中國這樣子 東想西想來講的話 其實我又沒有必要在你美國 那個地方掛牌 也沒有辦法目到很多支 對不對 所以就乾脆不跟你玩 我就自己旁邊玩沙好了 所以這裡面有哪一些呢 大部分其實都是國企 我們這邊講的很重要 都是國企 這裡面的話有人壽的 有石化的 有鋁業的 就是鋼鐵業的一個部分 很多人說 這一次的一個國企退市潮 會不會像上一次一樣 變成了一個中國股市的股災 我要跟各位講不容易 為什麼不容易 因為上一次是名氣在退 名氣的話是這樣 名氣它大部分的一個持股 轉換成ADR的時候 是在美國掛牌 所以那個部分影響非常非常的深 而且美國的人相對佔ADR 甚至是整個公司名氣的 一個持股比重 也是比較高 但是這一次的一個國企 它只是拿部分的一個持股 去美國發行ADR 所以大部分的大股東 其實還有包含H股也是 大部分的大股東 都還是掌握在政府跟國企的手中 所以如果說以下市潮來講的話 其實現在這一波不大 而且他們ADR還可以是轉換 到香港去上市 所以原則上的話 還是有做一些紓解 上一次其實影響還蠻大 因為上一次主要是一個 外國公司問責法 他就是講調說 三年的會計制度 如果你審查沒過 中國怎麼可能會過 裡面那個東西 全部都是成年爛骨子的東西 爛在裡面 你查也查不到 查不到的情況之下的話 乾脆我就不繳了 在台灣來講不繳的話 你這個會計制度就不給你簽帳 不給你簽帳的話 你搞不好就全額交割 就要下市 可是在中國來講的話 他至少還有一個管道 他就退了 所以這裡面包含很多 就是在黑名單 有一波二波三波的黑名單 陸陸續續像電商的 阿里巴巴 京東 拼多多 那個都是有頭有面的人 但是這些股票都不想跟你玩 所以這一次的影響 我覺得相對來講不大 最後做一個這個部分的結論 就是兩個股價都會跌 都會跌 只是因為不同的原因跌 上市是因為退市跌 退市是因為它是名氣 所以美國人在砍殺持股 或國際資金在退的時候 這個地方影響很大 這一次的跌 不會因為你這樣退而跌 而是因為你本身就很爛 所以你的 好像比較好 更糟 本質的爛 它就會一直爛 就是未來因素 現在是本質爛 對 這個東西 還有國際性的競爭力 因為你畢竟是一個自由經濟體系的名氣 但你國際的部分 我記得在上個禮拜 我們也有講到 就是說真正未來 中國要引爆的問題 絕對不會是在別的地方 一定是在國際的身上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藏在這裡 如果連國際都沒救的話 名氣更糟糕 就是看你有沒有辦法救 就是你國家的經濟 現在你就是東牆也被挖了 西邊又失火了 對不對 所以你到最後 你就能出一隻手 看你到底要先救誰 謝謝友明哥非常清楚 我們當然來看 不管是乾旱或是高溫 這一些極端氣候頻傳 目前亞洲天然氣價格 已經來到五個月的新高了 通膨的問題 在歐洲情況如何 馬上再回來